字幕志愿者, 请来Stanley, 和我们Castay, 你好 大家好, 企团你好 也和大家先提醒大家 有何股票上的问题, 可带你204-6566 问下我们专家的意见, 专家的意见, 专家的电邮 去到ASK, BSChannel, 和WhatsApp, 到91571428 Facebook上面都在做直播 大家可以订阅点赞和分享影片 有问题的话, 留留言会尽快解答大家 希望大家看看港股最新走势 大家都知道, 今天的市场 倒下来, 暂时跌近401点 24605点 国企指数跌近109点 最新涨9,831点 大致成交1,102亿 小米真是不得了 小米真的可以说有点染蓝 这些因素 你的美权为何可以那么厉害 所以我刚才说小米 OK 现在见到小米 都第一只掉头 再加上反弹幅度 其实不错 低位反弹那成 一成 超过一成 低位反弹 下一个要追 是不是应该追美团 为什么会这样想 就是因为小米很强势 之前美团也很强势 但是今天 即使我们都说 其实你应该是这些股份跌得最多 金金你慢了 但是完全 升了百分之三 可能金金今天二十二元已经骂了 那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金金应该也不会怎么买小米 我说的 但是问题是今早 今早阿诺做的事 原先我做的事 如果我做就精彩了 我都是说的 但是现在 优势又过气 是 但是我想说 今早早 如果你问我 即是怎么玩法的话 我都是觉得其实不用害怕 即今早早你问我 都觉得不用害怕 我觉得其实是 某程度上 你给了一天时间去 即是下个星期 如果他再有些调整 我觉得可以买 但是今天 讲真一句 今天你说入不入呢 我都觉得 是要等等先的 批准些先的 我今早早听你说 你再说 不入多只981 我忠心不怕 明明我都不怕 981 我都说 我之前都说 22、23元都不怕买 那你买来摆一下 OK 但是我说 整个市场的情况 因为 今次科技股 你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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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够了 我觉得今晚美股 还可能会有些震荡 所以等今晚 下星期才好 我觉得可以才可以想 想是想一些科技股 科技股 因为我当时都在想 其实特朗普 在选举之前 都不会被美股大队 而且昨晚 昨晚虽然说 你下跌得很害怕 大家一看那一刻 都会觉得很害怕 但是昨天的跌 是跌一些 就是跌一些科技股 不是的 好像是全面性地 跌很多 其实不是的 所以我反而觉得 真的不是太多 就是这一段 跌得那么 不全面的话 你实际上真的不要担心 因为如果大家 好像昨天的时间 昨天早上的时候 做节目 我也跟大家说 一样东西 我都说 因为在职前一晚 当时 我看到是 苹果公司 和Tesla跌 只有两个股份跌 其实有些全部都升 我都说 过市有些古怪 当然 没有遇到昨天晚上 下跌得那么厉害 但是昨天晚上跌下来 如果大家再看那些跌 或者升那些股份 昨天晚上 甚至那些股份 也有什么是升的 是舊经济股 以及一些航空股 甚至乎你看看 JP 甚至乎高盛那些 跌得不多 其实 你可以说昨天跌 是集中跌 过去这段时间 跌得比较多的科技股 所以我觉得真的不太担心 但是今早早很多人 在想不如先指一赚 虽然一定是被那位赚 我不是OK 你赚少很多 你可能沽一点 你沽一些货 你沽一半是OK的 我觉得不要沽了 但是你沽一点 先沽一袋 又没有说不行 因为今晚 又会有些尴尬 你下个星期一 如果有休市 是是是 你看看 刚刚过去这段时间 其实last day 未来都好像在跌 你预计可能今天都会再 但它那个原因是什么 其实昨天跌的原因 跌的原因 跌的原因 真的没什么 纯粹真的take profit 升了太多 我都觉得是 那你又有些 但是金呢 我今早就看 美股这样 震一震下来 看看金价先 又不动 是未跌的 所以这一转 你不是说是很恐慌呢 那个VIX指导是上去的 但是我会觉得 要全面一点去看 而且因为这一阵的时间 你反而又跌那么多 其实你真是 所以说之前的时间 升那么多上来 你回回一些 其实都不会很多 你Tesla 我当你Tesla 这么计算 你都是跌下它 百分之八 还要 百分之九 还要你想想 它有些减持 有些配售 一些消息 你想想 按下跌百分之九 你之前是升上来 这一阵升得很誇張 小米想升4% 神經病 真的 24.8% 小米 我想去这样升 看看能不能顶到收市 可能我有兴趣 看看第一 今天收市是什么价 第二是说下个星期回来 是怎么会走样 金金就说 美国星期一休市 是否很稳定 可能都是跌至今晚 金金 有件事 不可以 Freddie 单看市 你又不知道 特朗普放假 会不会突然想了很多东西 你不知道 th 所以 Hy 你的股份 真的又是一位 我们看到 都是油る 是用資金入市的 但是否應該不會太動到的 所以澳米歸金網體外 究竟一會兒吃小米怎樣行 四個九個了 神經病 真是神經病 不如追美團吧 行不行 你見小米現在含含聲 美團一定是第二把交椅 看看貓貓貓貓 但我覺得真是甚麼 真是亂看一看這一輛 不差再 你算你美國那邊 即拉斯德那邊 我覺得可能有機會鎮多一段短時間 納斯德 是 沒錯 即是如果要買那些 不過小米剛才這幾下 給大型股本 我都不是 不過算了 它的盤現在根本很難看 剛剛有幾下大型股本扔出來 現在好像又沒甚麼 嗯嗯 另外就是想說 又有一隻恆生科技指數的ETF上線 3030 我忘記了 它的Number 太多隻 3088 3088是華夏那隻 3032 不記得 但是 是否可以 如果你按照你這樣說 都可以等一等 可以 即是我大包圍 現在好像暫時沒有頭緒 應該買哪一片反彈的時候 想大包圍買這些ETF 都等一等 可以 下星期才 真的下星期才可以的 因為大前提就是 你說市是否已經爆了煲 Tesla 等一下才說Tesla 嗯 既然你想知道我可以說一下 但是 你說這些ETF 就是恆生科技指數 其實你沒有的 你還沒等 下星期寧願等今晚美股 即過這一陣子的時間 才再想 因為我覺得今晚 你預計美股那邊 都應該會幾劇震的 都會震盪的 但是那些錢 究竟你說現在 是回方業股 退回傳統經濟股裏面 還是說 可能大家是領估法離場 這個真的要再提 因為昨晚真的 美團真是 想倒升 我也說要追追美團 那現在都未遲 未遲 未遲 真是 撿它2%離開 真是慈善 撿它倒升2% 沒有小米那麼厲害 那小米說了 人家掩藍 不過美團真是很臭 你想想美團是 有些甚麼的 憧憬 有些甚麼是沒有的 沒有都可以這樣閒發 你以為是真的厲害 沒有 其實是看個小而已 我想說 講真句 這樣真是很不健康 老老實在 你看700 和媽媽媽 這些是大隻 大隻很落後 媽媽媽媽 這些是有ADR 你那邊跌 那邊是有個影響性在那裡 但我想指出一點 就是說 其實你想回頭 還有你美股 即是科技股 你真是跌得很多 其實你說今次我開出來 好像小米也好 也要跌回百萬之三萬之四 甚至更加多 那是合理的 人家都是升那麼多 回到那裡 你又升那麼多 回到那裡 其實是合理的 嗯 但你可以這樣 完全不升 有些東西是比較的 那人家跌了 你的股值跌了 你的股值不跌反升 你想一下 其實這件事合不合理呢 但因為現在 只是說因為有北水 那些東西就搞到 好像亂殺龍一樣 其實我覺得 某程度上不是一件好事 你這樣搞的話 當然 如果純粹炒的話 那真的很好炒 變成了 大家可能有個感覺 就是不怕 跌下去就買 其實如果某程度上 是真的這樣的 只要北水不放棄它 就可以繼續買 繼續渣 繼續買 但是你想一下 這個現象 是好一定是沒得的 第二就是說 你又真是想一下 轉個頭 真是萬一 那些北水一切那一刻 很大件事 當時因為有件事 當你小米進了成龍股之後 你的波幅那麼大 雖然佔比不算很大 但是氣氛 以至到點數 都會比它多了 都會動到 所以這件事 真的要 大家要想一想 究竟是 因為 有時候單單看一隻小米的話 那沒有東西 但是如果說 overall 來看整個 畫面的話 其實不是一件好事 好 千萬之四 還有Tesla Tesla那一單是甚麼事 Tesla其實真的都會動很多 它爆煲 我覺得不會的 其實你說以往的時間 Tesla經常被人擔心一件事 它那個資金鏈會斷裂 擔心這件事 但是 它現在有車就賣到 就算你說好像現在這樣 它真是 它之前佩高高的 當你的融資雜資也好 它又可以做了這件事 沒有甚麼 但只不過 Tesla的估值 是真是 又是高度誇張 我看證據 嗯 好啊 其實 你試想一下 我看情況就是說 其實美團那個 如果你問我的話 美團可能 如果計算那個 那個叫做 那個叫做是 差些甚麼呢 它那個 上市的時間 還有真的可能那個 流通量 我覺得看這兩樣東西 可能是 叫做比小米為差 但是你說 如果以那個規模 Size去看的話 那 由美團都入眼的 但是 又這樣說回 現在整個 如果這解釋在之後的時間 恆生恆子裏面 加一隻美團下去的話 那波動性會更加之大 還有就變成了 到時 究竟現在 那個科技的含量 又高了很多 這個這樣的時間 你有一隻 恆生科技指數 你有一隻 HSI 即是恆子 都是科技重的指數 然後變成了 好像整件事 又不知怎樣 就有點重複了 所以 反而你說之後 究竟 還會不會 美團會進去成文股裏面 我反而覺得 要再想一想 再研究一下 嗯 再看看那隻285 不如 到升了兩個 喂 我覺得又 真的又是 可以容許它升 其實是 我覺得是 即是 2005 即是 又要怎麼說呢 它的業務是 當然你可以說 iPod那邊 iPad那邊的業務 它是 都有一些變數的 但是問題是 它之前那個 營業的營利 比較有什麼賺錢 叫什麼好呢 還有買一些口罩 嗯 這些是你想想 你現在的需求量 都還有在這裡 它升的話 又合理 還有因為 它升那一刻 因為它公司提升到 它會做一些 關於牙 骨科那些 這些會是 這些用品 所以你變成了一些 新的賣點 那你升又OK的 但是你好像美團 你小米這些 我真的不知道 你炒上來有什麼賣點 還有好像 就這樣說 好像用回小米為例 你想想印度現在中央關係 這麼緊張的情況之下 你真的可以 真的大家會不擔心 印度那邊 即是會沒事的嗎 嗯 即是我覺得 這間行業很有趣 因為JD 我剛才說 96100 繼續下跌超過半成 其實現在都好像開始回穩一點 不如又接駁一下這些 可以不可以 它都算升得快 之前都是強勢的 MARCO的MAR8都跌少了 都是強勢的 但是京東 不是彈很多 現在都彈6元上來了 話說話 但是你相對MARCO的MAR8 700那些 它還是 股價都是 對得比較深 如果大家要考慮 極短線 去到反彈的話 究竟100 可否是一個選擇 那你今晚衝的尾團好過 今晚衝的尾團 寧願選 寧願招… 嗯嗯嗯 哎 杜星 是的 杜星 真的不懂得說這些 真的瘋了 真的不懂得看這些 沒有 沒有得罵 我不是罵 即是覺得你連這些情況之下 都可以這樣走 即是你連外面的科技股 都要跌這麼多的時間 你居然可以沒有東西 哇 真是 真是厲害 嗯 268 買了10MAR88 如果再跌什麼位置可以再買 上網多少 真的 MARCO MAR8 真的 其實無所謂 這些位置我覺得 你想買都可以 想加住 想加住 加 嗯 嗯 現在你連一個膽加都可以的 我當然是MARCO MAR8 我真的覺得MARCO MAR8 如果你這樣計算的話 他真的應該要升上去的 我現在小米啊 美團都可以這樣升上去的時間 MARCO MAR8 真的沒理由不升 如果你這樣計算 你又是成份股 是不是 又不是有筆數可以買 那時的應該可以買 嗯 那你有這麼多概念 怎麼可能他會不升 真的 現在再加 如果再加 他本身只有一手而已 但如果夠 可不可以加 夠兩三手 我覺得你加OK的 但問題是說 好像BARCO MARCA 2 6 8 反而我又會變得 어느 receives 反而差 BARCO MARCO MARGen BARCO MAR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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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 譚小姐你好 譚小姐你好 想問誰 我今天新買了3032 是7.48 很厲害 不知道怎樣看 還有它會不會有限期 這些不會像Wallon 不會 不會的 其實你買ETF 反而和Wallon很不同 Wallon 基本上你可以說是炒短線 因為真的有期限的一些顯示工具 但是ETF本身沒有這件事 而且它是追蹤著指數 追蹤著恆生科技指數 所以基本上 簡單來說 指數如果做好升的時間 這一隻的ETF的價值都會升 突然轉跌的時間 它不會跌 而且你說買這些ETF的話 其實在前途上 假設看它的指數 都是向上的時候 拿這些ETF 都沒有太多問題 所以既然你都可以 我想你都可以 今早就比較低位的時間 買了貨 那你考慮一下拿著它 也不怕 好 好 不用客氣 有些什麼問題 可以自行再打電話上來 也恭喜你賺錢 話說實話 剛剛 我們過了這條問題的時間 小米 美團 又好像縮下去了 縮少少 少少 都嗎 都算少 少少 大將小匯就是這些 沒錯 我正在等一隻981法力 981不怕 好 還有家庭觀眾的電話 先聽聽一下家庭的重點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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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姐 我想問 2013 今天很大型交流 可不可以入得過 本身沒有貨 跌了很多 它又不算很多 現在是100人之3 不看4 不是 昨天已經跌了 昨天已經跌了 那又不是 但你本身沒有貨 我本身 我本身有跌 但我想再買 再買 我也是這個時候 上次很久 這個時候入的12個多 明白 這個 這隻 也老老實實 如果你問 好像剛才那些 那些 科網網股 跟這隻比的話 當然 都是炒概念 都是炒那個 叫做 大家衝敬它之後的發展 但眉民的業績表現 我覺得又 一般般 他又不算 真的 很強 那批這樣 如果要看他的業績 其實他真的 我覺得不是算 真的很OK 只不過 現在看到他的勢 或者看到他今天的時間 叫做 可能試回到之前的一些支持位 大概是11個半左右 又好像有些支持 所以變成你現在 你說你有貨的話 可以拿著它先 但是正如剛剛提到的 科技類這些 我覺得似乎 真的可以再 不需要那麼急去追貨 所以其實 如果本身你說 已經有貨底 不如你一下 就拿著它先 好啊 先拿著它 是2013 不過很多人都會買這隻股品 來炒 看它 對一點 都可能有些 心慾 想加住 但這隻不會 不會住 好 等等先 至少讓市的氣氛好些 這些炒股 真的好看 市房氣氛 另外 再回答多幾條問題 是啊 有位朋友問一隻823 嘩 這一隻 其實都不是 都不是焦點來的 怎麼辦呢 現在823 但它本身沒有貨 我猜就有了 有啊 都彈回D上來 叫做彈回D上來 疫情都受控 它都受惠的 是 令展 但是 怎麼搞呢 現在去到 之前突破完之後 冬天又回回來 那兩天有些彈 應該是大摩發工的 是 就是大摩 由大摩發報告 即是說它的東西 我看完都有點心動的 想買它 想買它 會開始留意 但又未始會買 九十多元下來 可能很多人都覺得 領展一向 以前那個想法是 穩陣 收息 瘋狂加租 應該可能對業績很好 但是 有件事大摩說得挺有趣 就是它的項目 就是 因為它 我程度上 你可以說 小型的那些店舖 有些真的可能 叫不住 真的可能不租 但它說 反而突然轉 因為你看到 零售銷售的數據 之前的時間 你看到那些大型超市 百貨那些 其實那裡是OK的 它的增長都還可以 所以大摩發報告裡面 提及到 可能這些超市 那些大型的商務 給人嫁租 就是租金還可以 所以這一點 我覺得 都 某程度上 都是同意的 但是 又這樣說 這個勢是弱之餘 因為它也提及到公司 有些回購股份 頂住價格 但問題是 大環境 似乎還是不太好 暫時 所以我覺得 這些位置 又不會買它住 反而第一次轉 如果它有機會 即是再次轉下去 60元那些位置 不妨可以開始部署客 現在這位置不可以轉 好 還有呢 昨天的航空股 不是升得很厲害的 現在應不應該 又代回一隻落袋呢 航空股 嗯 其實人民幣升得這麼厲害 它的價格 但又簡單 都簡單一點 常常都OK的 這個板塊 薄復甦 復甦 復甦 可以想的 我覺得這些位置 因為有點尷尬 好像現在東韓這位 其實它剛剛好去前高位的位置 又好像 撐不了那樣 你看圖就知道 好像東韓 真的去回 看看圖 麻煩你看看圖 有這些位置 然後105也是 你看這些位置 105就好一點 有些突破的 是 但都差不多 你以為止 那753呢 753 753又是這樣 嘗試一下這個位置 好像頂著頂著 頂著 又好像 現在到這個位 又不要這樣搏 所以反而這些 不如等一下轉 讓它的價格下一點 才再考慮 但是如果真的 炒了一個復甦 又不想碰科技股 現在科技股這樣震 有些什麼可以想一下 現在 真的有點難度 內需又好像炒得差不多 又好像不要這樣追 A那些內需股就會回 A那些內需股就會回 A那些內需股 A那些什麼 茶米油鹽醬做茶 那些 那些 已經回去了 對 水泥呢 水泥其實 水泥其實今天 都算幾硬正 水泥我覺得可以 如果你這樣說 水泥可以 水泥也有些 基本面支持 那我買1313 現在這個 1313或者914 但是如果你問我 哪一隻好一點 你一定會搞14 1313我始終都覺得 華涼系很難玩 嗯 華涼系本身都挺難玩 這個辦法 但如果看了台湯9 914都下一點 其實 下一點 但它硬正的 它又不算下很多 那現假就不可以考慮買 可以買 可以買 如果紙舌應該怎樣定 是否不需要擔心 那些大陸那些水泥價格 或者 升上去 怕它限制那些價格 會不會 現在 可能不會做這些小用作 暫時不會 因為那個庫存都下跌了 所以那個庫存都好像 跌到下去 有六成一 掉下去五成七 好像差不多 這個情況 如果以8月份來計 的話 好像是近這8年 比較差的情況 如果反映回 可能對於價格上 有些支持 所以可以想一想 我們在說內需 是啊 我們在說內需的時候 大買牆高音608 都是差的 體圖好肉酸 你是這隻金筋問得好 我都在想為什麼 這個圖很噁心 是啊 因為之前 有朋友問過這隻 我都覺得不差 但都是 現在這一回合 照對下去 大買 我們先研究一下這隻 好 因為按道 沒有理由這麼頑皮 還有這一隻 本身有些 好像是阿里 阿里概念 但是沒有理由 這些位置薄反彈 沒有理由 這些位置 對 都未穿之前 我低位 真的要試一下 9元 這位置 差不多 再下去就是 這些位置 這隻為何那麼差 要研究一下 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李小姐 電話旁邊 李小姐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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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ley 好慘 25,200的位置 沒有沽他 現在應該 等他上去才沽 但有些又說 下個星期去24,200 那怎麼辦 24,200 這麼說法 如果你真的說市 那種情況 今天你留意一下 看看他能不能夠 真的站在短期部署上 看看他能不能上去 一百天線的位置 大概是 二萬四千六百六十幾點 這些位置 其實跟現時來說 差不多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 你看看以往的時間 過大市 由七月份 到現在為止 是離不開 一百天線 和二百零天線 那些位置 大概是 24,600 到25,800 這個水平的位置 所以 如果今天看到 他的行指 守不住 這個 當你 好計些 24,600 這個位置 你說再輕輕 再追破 都可以考慮 因為 假設跌穿了 這個環區間 下面看下去 都可以看著 大概是24,000 這些位置 但是 怎樣都好 因為現在的市值 剛剛好 現在在一些 宅價位置走來走去 暫時 我建議你 都現在這位 不要做理 反而看看 它的勢 是否跌穿這個位置 先想一想 因為現在這位 尷尬的 你看到 怎麼說 美股下星期 我不是說 星期一是優勢的 今晚的走勢 都挺關鍵 但問題是 如果以短期來看 我當作看圖 因為每個人都看圖 現在都是這樣看的 你看看 能力守住 24,600 這個位置 所以現在 先不要這麼辛苦 看這些再做事 好 不能這樣說 如果知道 我昨天都買了一潘 不可以這樣說 昨天都是 我覺得市 科技股 勢勢變差了 但都沒有想過 跌得這麼急 真的 都沒有想過 好 先看緊一點 不用太急 賭場日日開 起碼 九月都沒有假期 暫時是星期六日 不用太心急 沒錯 好 時間差不多了 Stanley 先跟你申報 有沒有持有上述提報股份 有阿里巴巴 這字 好 謝謝Stanley 詳細分析 稍後回來 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回來再見